大伯娘半疯半傻的 她给的东西 能做数吗 万一到时候请家人来索药 拿什么还给人家 接上集 午饭后 楚天带着老大夫回来了 老大夫证实了 小九带回的就是龙保 于是和七七为拦锦制定了一套医疗方案 只等龙保从休眠中醒来 就可以配药了 小九这才明白 原来两位老爹这么热情 是因为他带回了治疗母亲的药引 楚山一家因为各有事情要忙 就不在陆家村吃晚饭了 带着老大夫一起回了楚家庄 他们刚走 水泥场就来人了 江月以及小九的几个老同学和把兄弟 提着礼物来拜会拦锦 刚到门口就看见 正带着女儿给小洋味青菜的七七 阳光淡淡地洒在她的身上 美得不可方物 克制啊 兄弟克制 几个哥们连忙捂住江月的眼睛 江月拍开哥们的手 宝宝 让舅舅抱抱 妈妈 零零任声 小手拽了拽妈妈的裙脚 阿九 你的朋友来了 七七 你就这样对待小叔子们 小叔子们 七七觉得好笑 他们中有一个至少三十多岁了 七七也是你们叫的 喊嫂子 不是 你以前只让我们喊牛飞飞嫂子 难道牛飞飞在这里 一帮损友嬉皮笑脸的 存心翻旧掌 小酒醋醋见眉 心里划过几分愧疚 信号七七及时解围 牛飞飞已经飞了 以后不要再提她了哦 对 再提她 就是对你们嫂子不敬 就得挨揍 是是是 嫂子 众人都恭敬地喊了声嫂子 只有江月没喊 怎么 你不喊 不是 我妈和静修姨母是同村同族的姐妹 我们沾着亲 沾亲暗亲汉 这是规矩 确实是这样的 陆镜带着蓝锦出来招呼儿子的客人 向蓝锦介绍道 江月的母亲和咱们的亲家母 是远房姐妹 既然长辈发话了 小酒没再继续追究 江月带着众哥们 给蓝锦行的跪拜礼 三呼一母气势如虹 他们本来就是结义兄弟 你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 哎 多乖 快起来 蓝锦笑容可居地招呼他们起身 并一人给封了个大红包 江月将一封邀请函和一个聘书 交给小酒 因为你的提醒 水泥厂悬崖车间才免于爆炸 挽回了几十条人命 以及上亿的经济损失 水泥厂为了感谢你 准备为你和江月开表彰大会 举行庆功宴 考虑到你并不是水泥厂的职工 他们现在想聘用你当销售科长 最近水泥出现滞销的情况 他们想让你顺便把水泥生意也给谈谈 当然 也不让白忙活给提成 小酒考虑了片刻 接了聘书和邀请函 我会带着妻子去参加庆功宴 众人见他答应了都非常高兴 这下整个水泥厂 可以说是他们搁几个的天下了 搁几个完成任务也打到回复 小酒和母亲讨论怎么给村里修路 想要致富 必须先修路 从陆家村修到水泥厂 一共十来里路 如果修五米宽的路面 那么就要打6.5米的路基 不然错不开车 这花费可不少 陆家村四面环山 至少还得找两个隧道 工程挺大 这钱花的值 我们修路一方面是为家乡做贡献 另一方面 你的木材要想运出去 也得宽阔的大路 令人立即不适 嗯 陆老爷子没参与修路的事 默默地做后勤工作 准备晚饭了 琪琪在院子右边的河边背书 再过半个月 她就要参加考试了 有丈夫这个优秀教师辅导 还有婆婆教外语 如果考不上 就丢脸了 玲玲则在看电视 奶奶买了电视机 她不用跑去组长家看了 想换哪个频道 就换哪个频道 天线也随便晃 老自由了 夕阳西下 一家人围在一起吃晚饭 格外温馨 路径默默地看着妻子和儿子的笑容 感觉自己成了人生赢家 小宝贝你也不能顿顿吃面包哦 糖也少吃点 不然横向发展就麻烦了 横向发展 爸爸 你是说我胖吗 小九笑了笑 我姑娘不胖 就是有点婴儿肥 那不还是胖吗 玲玲把下巴挤到脖子上 挤出双下巴 糟了 我真胖了 不能吃面包了 爷爷 还给你 小家伙逗得全家都笑了起来 没事 我们零零不胖不瘦 正好看 想吃就吃吧 不要了 不要了 小家伙一本正经的白手 我不能违背父王的旨意 小家伙什么都听爸爸的 为爸爸的命是从 爸爸不让吃就不吃了 爷爷的面子也不能给 哪来的父王 小九想笑 看电视看来的 今下午 电视里播放古装片 小孩子有样学样了 一零下半年也该上幼儿园了 水泥厂有幼儿园 还挺大的 只接收职工的孩子 小九即将就任销售科长 女儿去场幼儿园就读 名正言顺 到下半年 水泥路也修好了 交通很方便 以后孩子读幼儿园 就我和你爸接送 一点不要麻烦你们 蓝锦当即表态 对 一天三餐也是我俩弄 你们回家就能吃到热乎乎的饭菜 路径也是附唱肤髓 琪琪心里暖暖的 有公婆帮做饭接孩子 是多少儿媳妇的梦想啊 您国外的生意怎么办 那是妈为你创下的事业 就等着你和琪琪去接手呢 如果你们暂时不能去经营 我就交给信托公司打理 很安全 如果你们以后都不愿意去国外 我就转手出去 套现存着 也好 小九没有出国的打算 她有自己的事业 虽然以她现在的财力 连母亲的零头都没有 但未来可期 蓝锦也不勉强儿子 毕竟这么多年 她也时刻思念家乡 路径的肺病 老大夫也帮看了 是外伤引起的 费力还残留着鱼叉的袖片 准备再过一段时间 就带丈夫出国动手术 外加把公司交给信托公司 一举两得 对了阿九 我师父说那龙宝价值不菲 你是怎么得到的呢 是大伯娘给我的 好像是他们秦家的传家宝 琪琪担忧的皱了皱眉 大伯娘半疯半傻的 她给的东西 能做数吗 万一到时候秦家人来索药 拿什么还给人家 小九面色凝重了起来 媳妇忧虑得不无道理 秦仁凤是个神志不清的人 那么他做的一切 都没有法律效力的 倒是如果秦家人 起诉我侵占罪 我是一点里都不占的 可将母亲 唯一的救命稻草还回去 看来得见一下大伯 商讨一下购买龙宝事宜 琪琪 你先带孩子睡 我去找一下大伯 我和爸爸一起去 外面黑 爸爸怕 玲玲本来快睡着了 这回又清醒了 爸不怕 妈妈胆小 玲玲乖乖在家陪妈妈 爸爸很快就回来了 嗯 玲玲保护妈妈 小家伙听话的点点头 爸爸 别忘带手电筒 照亮亮哦 大小的 小九和女儿告别 拿起电筒就出门了